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在连续第三年场规赛,大出场,均27,加8加8,又抢7,干掉一支64胜的球队之后,作为一个四年级球员,卢卡东希奇,毫无疑问的,已经是这个联盟里,最强的巨型之一了。 但在金州勇士面前,尽管他砍下了全场最高的40分,在末节,狂懒了21分,他还是无助的,像是个200多斤的孩子。 独木难知,虽败犹荣,两块台匾,又一次躺在了东西西的肩上,正如他的前两次季后赛征程,每当他需要一个人,扛起营球重担时,迎接他的,往往是失败,当然,我们都知道,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。 纵观他的职业生涯,当他在季后赛中,拿到40分以上时,球队战绩,只有2胜6负,本赛季,则更只有0胜3负,这让他的单赛季季后赛40加输球数,追平了1965年的杰里维斯特,1977年的卡里姆·阿伯多勒贾巴尔,和2009年的勒布朗詹姆斯,并列历史第一。 没错,2009年的詹姆斯,也输了。那年,他场均28.4分7.6篮板,7.2助攻,东西奇,本赛季是28.4分,9.1篮板,8.7助攻,率队打出了66胜,拿下了常规赛MVP,风投一事无良。 但在季后赛,真正对仗强低的时候,他却恶然发现,一支单核球队,是如此脆弱,入选了全明星的,莫伊莲姆斯者。